隶属古代的明君,李世民绝对排在前几位,一方面是由他创造了贞观之志,留下了一个空前繁荣,文武兴盛的大唐,另一方面,人们称颂李世民的为君之道,他任用贤臣,重建如流,堪称皇帝的典范,如果说李世民身上有什么值得诟病的,那可能就是玄武门之变,用一种血腥的方式夺得了皇帝之位,也让他的夺地行为备受争议,所以李世民身上有着复杂性。 后世也一致认为,他的竞争对手李建成像电视剧里那样是个不学无术,无才无德的废太子。 至于历史上的李建成究竟是什么样?后世的记载乏善可陈,身为唐王李世民的亲哥哥,就算是被辅助,也算是皇家血脉,也应该入侵皇陵,但是在西安出土的李建成陵墓中,看到关于李建成的记载,才能窥见当时李世民对于哥哥李建成的态度。 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本应是一代明君,可他却在处理两个儿子的关系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。 作为父亲,他理应公正地看待李建成和李世民,给予他们平等的机会,然而,李渊却未能做到这一点。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都展现出出色能力和潜力时,李渊却未能及时做出决断,帮助其中一个确立地位,他放任养人自由发展,导致他们各自壮大实力,最终形成了两股强大的政治力量,注定要一决高下。 这种放任自由的态度,让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,最终形成了两股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。 李建成并非懦弱无能,他在李渊起兵反随的过程中就展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,攻打关中时,更使他出谋划策,成功击败隋朝守将。 可惜,这一功劳却被李世民的光芒所掩盖,使人们对他产生了误解,李建成虽然出身皇族,但并非顽固子弟,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足以证明他的能力。 然而,由于李世民的声名远扬,人们往往忽视了李建成的贡献,这也加深了两兄弟之间的矛盾。 相比之下,李世民的文质武功无需赘述,他英明果断,善于用人,为唐朝的建立和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,正是因为他的出色表现,使得他在与李建成的斗争中占据了优势,李世民的才能无疑是出众的,他善于谋略。 勇于出击,在战场上屡见其功,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望和支持,而李建成虽然也有军事才能,但在父亲和弟弟的偏袒下,他的光芒被掩盖,难以展现自己的实力,这场兄弟相争的悲剧,其根源就在于李渊的失职,作为父亲和皇帝,他应该清楚地认识到,当两个儿子都有能力继承皇位时,如果不及时做出决断,必然会导致争斗和分裂。 然而,他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平衡两人的关系,反而放任自留,最终酿成了大错,李渊作为开国皇帝,理应对国家和子民负起更大的责任。 但他却在处理家庭事务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,这不仅给唐朝的未来埋下了隐患,也让两个儿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唐朝建立后,李世民和李建成分别承担了不同的职责。 李建成作为太子,肩负着辅佐父亲,稳定朝廷的重任,而李世民则因军事才能卓越。 多次出征,为唐朝的疆域扩张陛下赫赫战功,两兄弟在各自的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,但他们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,随着两人地位和威望的提升,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。 武德七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谋反风波将李建成推上了风口浪尖,当时,李渊收到密报成,李建成与杨文干勾结,意图谋反,作为开国皇帝,李渊对此震怒万分,立即召见李建成入宫问罪,面对父亲的怒火和责难,李建成惊恐万分,只能认罪,事实上。 李建成根本没有谋反之心,作为太子,他地位稳固,无需通过谋反来谋求更高的权位,这场谋反风波显然是一场冤案,李建成虽然是太子,但他并没有谋求更多权利的欲望,他更多的是想要尽好自己的职责,辅佐父亲,维护朝廷的稳定,然而,他却遭到了父亲和弟弟的猜忌和不信任,这让他感到十分寒心和失望,李渊选择让李世民去评判剿灭杨文干, 这一举动不仅让李建成感到寒心,也让李世民看到了父亲对太子的不信任和偏见,更令人震惊的是,李渊在李世民出发之前承诺,一旦评判成功,就废了李建成,改立李世民为太子,这也是对李建成的一种羞辱和打击,也让李世民看到了父亲的偏心,李世民高高兴兴打了胜仗,回朝之后发现父皇食言。 这一行为直接计划了兄弟二人之间的矛盾,可见,在这场兄弟之争中,李渊的失职和偏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作为父亲和皇帝,他应该公正地处理这场谋反风波,为李建成证明,避免兄弟之间的纷争。 然而,他的独断专行,反而让事态进一步恶化,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伏笔,李渊的失职不仅让两个儿子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,也让整个唐朝的未来蒙上了阴影。 玄武门之变最终以李世民的胜利和李渊的退位而告终,多年后,西安出土的李建成之墓为我们揭示了这场政变背后更深层次的真相。 墓碑上那仅有55个字的简短名文,大意就是大唐顾熙隐王藏于此处,建成于武德九年轰于京师,藏在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园,潦草记录了太子建成的一生,李世民还给了李建成一个隐的嗜好,这个隐字,既是对李建成一生的概括,也透露出李世民不想让后世记住这位哥哥的意图,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,抹去李建成在历史上的痕迹, 让自己成为唐朝唯一的英明君主,这个简单的隐字,却包含了李世民对李建成的深深恨意,作为太子。 李建成本应是唐朝的继承人,但他却在与弟弟的争斗中败下阵来,最终丧生,李世民显然不希望后世记住这位哥哥,他想要成为唐朝的唯一英雄,因此给予李建成这个隐的嗜好,试图将他从历史上抹去,这种对亲人的冷酷和残忍, 足以说明李世民内心的野心和残酷,更加令人震惊的是,李世民还杀害了自己的十个侄子,这一举动彰显了他对权力的绝对掌控和对潜在威胁的零容忍, 他深知,这些侄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自己政权的威胁,因此必须斩草除根,以绝后患,这种不择手段的做法,再次暴露了李世民对权力的狂热追求, 他宁愿牺牲亲人,也要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受任何威胁,从这些行为中,我们可以看出李世民的真实想法, 他渴望权力,追求绝对的统治地位,为了达成这一目的,他不惜牺牲亲情和人性,采取一切手段来消除潜在的威胁,在他的心中, 皇位和权力才是最重要的,亲情和人性都可以为了这个目的而被牺牲,李世民的这种行为不仅残酷无情,也违背了人性, 他完全沉沦在了对权力的狂热追求之中,李世民也非常清楚舆论宣传的重要性, 他修建灵烟阁,颁发诏书,为自己多地证明,也极力掩盖这段历史事实,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, 王公大臣自然能够揣摩到唐王李世民的心意,在李建成死后,如何追嗜好,成了难题,有大臣提议,嗜好为例,这已经是在迎合李世民了, 给了这么一个贬义十足的嗜好,但李世民并没有做出答复,可能李世民也在考虑,刻意地丑化李建成,难免让后人猜测, 但是,更不能美化,不然更引起后世人比较,李世民采用了冷处理,难题留给了手下人,等着不做不错的原则, 在李建成的墓碑上,只有区区55个字,只是简单地记录了死亡地点,时间,以及埋葬地点,值得注意的是,对于李建成的称号为隐, 看来这是一段不愿意被唐朝历史记住的人,为了佐证这一猜测,李世民究竟是不是刻意地将这段历史抹杀,从李世民夺敌之后,仍然斩草除根地将十位李姓侄子斩杀,尤其是李建成的后代, 这也成为李世民一生中挥之不去的阴影,他这一生建功立业,当了皇帝也克尽职守,开创贞观之志,称得上是一代明君, 但也许正是因为自己的皇位来之不易,又采用血腥的做法,让他更感觉如履薄冰,所以才竭尽一切,开创盛世, 如果李渊能够公正地处理武德七年的谋反风波,或许可以避免兄弟之间的争斗和悲剧,然而,命运的齿轮已经无情地转动, 李建成和李世民之争注定要上演,只有保持高尚的品德和正直的操守,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代英明君主,赢得子民的爱戴和敬重,让我们从这段残酷的历史中汲取教训, 珍惜亲情,尊重人性,追求真正的大智大勇,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但我们必须时刻警醒, 不让权力的诱惑蒙蔽了我们的双眼,让我们成为另一个李世民,只有坚持正道,我们才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。